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药不仅仅提高粮食产量 还提高畜母液的产量 在DDT之类的农药开始用于畜母液出虫后 肉类的产量提高了一倍 饲料里的抗生素添加剂 有机身之类的添加剂 都大大提高了肉类产品的产量 让普通大众吃得起肉 而这些添加剂 环保主义者长期努力去限制 禁制 如果有一天 真的全球都去种植和养殖有机食品 那么 全人类的粮食和肉类减产不止一半 可能会减产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 在局部地区 若是遇到蝗虫之类的灾害 或者禽兽类传染病 可能产量清零 现在 非洲蝗虫 瘫叶鹅 正在威胁人类的粮食 联合国正在发出全球性粮食危机的警告 但是 即便如此 还是有大量的环保主义者不断向各国政府施压 试图阻止化肥 农药 兽类抗生素的使用 他们还以环保的借口 说各种养殖场污染环境 污染水源 甚至说牛羊放屁污染环境 然后让养殖业承担极其昂贵的环保成本和环保税 终究导致大量养殖业破产倒闭 他们最大的能耐 就是把我们吃的各种东西变得昂贵 数量变少 一旦遇到意想不到的灾害 就会大批大批人饿肚子甚至死亡 大多数强硬的环保主义者都是富人和中产阶级 他们自己属于饿不死的人 饿死的总是底层人 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环保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 却会把环保主义造成的灾难推则给其他原因 如果我们对这种环保主义者客气 等到全球饿死了很多人 他们依然还会认为这是其他问题 而不会检讨他们自己的罪恶 你甚至无法与他们正常交流 因为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都是有严重认知缺陷的人 比如瑞典那个脑袋有问题的环保女孩 如果必须让他们为自己的无知造成的伤害做一个公平的处置 就应该把他们扔到被蝗虫吃光的非洲农田去自生自灭 或者扔在蚊子肆虐的地方接受瘧疾和登革热 此时此刻联合国为粮食问题忧心忡忡 Prefer们已经囤积食物准备渡过难关 而大片大片的粮田正在种产量极低的绿色食物 大片大片因为环保问题被关闭的养殖场尚未恢复元气 他们又期待吃的都是没有抗生素和饲料添加剂的健康肉 如果我们竟然尊重这种环保主义者 人类饿死的概率就会增加许多倍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